来修一个据说不太好搞的一个故障 它现在怎么了 不好用啊 不能启动啊 它们说 变频器带水泵运行几秒钟 然后就停了 变频器输出带了两个焦虑接触器 分别带了两台水泵 这种控制得 准备送一下电看看 我得看一下故障现象 通电之前 我得先测一下这两个水泵有没有问题 两支表笔短节先调零 焦虑接触器下面接的是电机 直接在这测量焦虑接触器下面的出线端 电机正常的话表针应该有摆动 看它表针没动 也就是说它这个电机是有问题的 看这一组电机线圈 有电阻 两支表笔分别测量 这三组线圈 表针摆动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电阻都很小 而这一组就不正常 测的就没有电阻 达到城市开挡 测一下 还是啥也没有 也就是说现在只能开右边这一组 现在电路都是有电的 他们前几天找师傅都过来修过 没弄好 我也没有把握 不一定能修好 测一下电机漏不漏电 一个表笔搭零线 因为它这里边没有地线 另一支表笔 我测量一下 看看漏不漏电 测电机 还不漏电 那这样我就可以送上电 看一下什么故障现象 准备送电看一下 先拉掉变频器的电闸 盒上总闸 先看一下它是怎么控制的 这两个水泵应该是一用一倍 一号泵二号泵是控制接触器吸盒 现在也只能用二号泵了 还得测一下输入电压 确定电压不缺项是正常的 三项电压两两之间 400V 正常 可以送电 现在的变频器这样显示是啥意思呢 没搞懂 拿钱表掐一下电流 就是如果电机转 它就会有电流 通过看钱表的电流 来判断电机转没转 现在没运行 然后我点运行 有电机转没转 转这么一会儿 然后就没电流了 停了 还没说就是这个故障 就运行着一会儿 就停了 然后变频器处于运行的状态 但是变频器就是没有输出 按下停止键 然后再点启动 它还是转个几秒钟 然后就自己停了 你看电流还很正常 运行的时候测输出电压 它也有输出 300多V 你看停了 再测输出就没有了 看一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看一下它的控制线 这三根线是调速的 还是远传压力表反馈的 就是控制水压 就是运行 其他就没了 就这三根线 我得去找它的远传压力表 这三根线 你看不出那个水泵转不转 这不是 这不是 这就是普通的压力表 这是普通的压力表 还有远传压力表 上面接线的 这个带接线 在这 在这 这就是远传压力表 这么看它这个水管是有压力的 还不到四个压 等待我打了水 我看这个压力上不上 你看着的 你看着现在到0.4了 能不能往上滚 如果你开了运行的时候 它如果可以往上滚 这就正常 看一下这是0 好 打水 有电流 有电流 转了吗 有电流 诶 不转了 不转了 就往外边看一下 它标有没有反应 打点花 没注意 没注意 下车到几 0.4 0.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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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往上走吧 现在爆了个 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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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车 那压力多少 这点八 往后一点就不再走了 我看 它有个超复合保护 到这就不走了 到这里 一下到了这了 一下就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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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走了 那现在还是说 这个变运器没问题 变运器没坏 你压力 压力到了 它就跳了 那怎么办 我看 127 127是缺水保护 你运行以后压力没有变化 它就会爆缺水保护 但不是真的缺水 现在再启动还是可以的 再继续看 这个在转 有压力 有压力 然后有压力 一会儿 好 停了 然后怎么放放水 这水放放 这电机是坏的 没接 这个没接 哎呀这个线给这个断了 怪不得刚才测得不好呢 另外他们怀疑说电机有时候转不动 是不是导致变运器运行不了 断电之后 我把电机打开看一下 电机没问题 挺好玩的吧 转的 溜溜的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出在哪呢 压力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 保不住压呀 如果漏水的话 它应该继续往下走啊 就到0.4就不动了 压力 放放水 把水放放 试试 正在放水 看表有没有变化 表 表是表坏了 远传压力表 可以看成一个滑动变阻器 它表针来回的摆动 相当于手调电位器 给变频器反馈信号 告诉变频器我的压力是高是低 后边接了三根线 应该始终保持一个运行转的状态呀 它没有停止呀 远传压力表有问题吗 这有一块旧的远传压力表 以前拆下来的 用它做一个测试 测试之前 先用指针万一表测一下它的电阻 这三个线之间是有电阻的 刚才说了 它就是一个滑动的变阻器 把表头玻璃拆掉 找了一段网线 把这个表这三根线接起来 用万一表测量一下 看好不好用 看一下我转动表针 这个电阻是有变化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滑动的变阻器 用来反馈信号给变频器调速 下一步在这里 把这个三根线 就是那边那个压力表的三根线拆掉 拆掉这三根线 接上我后来做这个压力表 原来上面是显示压力的压力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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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启动 6个压力以后的停了 然后再降降降降 降了4个压力 不启动 3个压力 2.1那可以到2.1 还没有电流 2.2 哦 前面2.1是设定压力 后面2.2是显示压力 哦 那就到2.1 2.0 2.0 启动了吗 还没动下 0.2 哦开始启动 开始启动 有电流了 所谓横压供水就是一直保持在2.1个压力来运行 所以便秘器应该在2.1个压力上保持运行 我瞬间明白了 它4个压力就是保护了 压力太高了 所以说 运行不了 启动不了 这个压力表 这个压力表可能有问题 或者说这个水压有问题 把它关掉 把压力表拆下来看一下 别眨眼睛 见证奇迹的时刻 都拆下来了 人家还保持4个压力 就是压力表坏了 看一下水管内还有多少压力 管内还有水 再放一放 买了一个新的压力表 好了 开机看一下 好了 正常了 这样就好了 压力表始终在这个压力横压运行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